在武汉 武汉企业发布会介绍湖北的 对疫情较重的湖北地区的现金供应 采取特殊措施 顺利前人民行紧急向武汉调步新钞 四十亿元 加拿大对医院等疫情防控关键单位的现金供应 由于经济付国付产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想无论是在需求端 还是在其他方面都给价格稳定带来压力 但是我们保持稳健货币政策 这个前提没有改变 那么针对可能最后的问题 我们会及时的采取措施来进行调整 相信中共绝对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这样的事情 疫情发生以来 银行机构对受疫情银行有较大的地区行业 和企业提供了一些差异化的 针对性的 优惠性的金融服务 它不是根据实际情况 通过信贷重组 减免预期利息的方式 可有了潜力的支持 不盲目抽贷 淡贷 还有压贷 不少银行还出台了 降低贷款利息 免收相关收费的一些政策 尤其是对疫情防控重点的人员的一些 可有了很大的支持 免得顾虑 免得闷ính失历 管人 gifts 免得eno 企业 prompt 这道教室 我们 关注 financi 有 金